我們剛剛已經介紹完這個軟體 也告訴各位去哪裡 說要怎樣安裝 操作方式的時候 我們也操作了一下 稍微看了一下 這裡有一些基本的操作方式在我的WikiDOT的網誌裡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很多操作我們其實沒有用到一些從最基礎開始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R1的變數和預算器是怎麼使用的 一般來講 你可以用等號或用鍵號 都是代表等於的意思 指定 比如說我讓S是E的話 就會S鍵號E或S等於E 我們可以按Ctrl L 讓這個畫面給清掉 我們說S等於E 這時候你按S 他就會告訴你是E 這邊有一個mode的函數 我們後來的數是靠來問那個 R 說 這個變數的形態是什麼 來告訴你它是個數值 接下來呢 你也可以指定能自演自傳 或出入或是真假值 甚至呢 複數 複雜的複數 有敘數的那個 它是內建 所以我可以指定說 Z等於3加2R 來 所以這個是基本形態 它把複雜那些是基本形態 這個指定能說 我才可能會這樣做 再來你就可以看看說 OK 那如果我執行這樣 這個可以一次執行 我們可以一次執行 直接執行一次 那我們就可以看看說 OK 那這三個東西的形態 各是什麼呢 這三個東西的形態 那因為A是自傳嘛 所以A的MOD是CALENT 那CP它是一個真假值 所以它的MOD型態是CYLOGICAL Z是一個部數 所以它的形態是CALENT 那像這個E呢 它的形態是EVERYAL 所以每一個東西 東西你都可以用MOD 來查它的形態 那我們 我們把畫面 整兩半 整換一下東西 看 整兩半之後 我們就可以同時看到 這邊的操作 跟這邊的結果 那你也可以用科學記號 科學記號 譬如說 N的話 如果是3.21的數字房 那我打N 那我告訴你3.21的正數字房 那如果你今天呢 不小心做了一個措施 譬如說S到達等於3除了0 那你就會看到S到底是什麼 你看說 無限大 平非的體 無限大 那 ESPS當然就是 不 就是無限大 ESPS 無限 ESP E的無限大次方 不是無限大 但是 E的不無限大次方呢 是0 所以它連無限大都會拿來算 然後呢 無限大解無限大 不是個數字 所以讲NNN S等于AEC斜线引号DN 这代表说它要是一个 是一个字串 就是AEC引号DN的意思 它这个斜线跟C里面的意义一样 就是跳出字 才不会太能的字串结束 那CAT 就是直接把它印出来 不要再加外面的引号 N等于AEC 3 这种键号就直到不然 把3字定给M 这种键号把3字定给M K等于A就让K等于A就错了 你印出NNK就538 那接下来呢 S等于AEC加R1 那你要看你的R1到底取了多少 R1就是取障碍的部门 显然它是取到-0.06 -0.05 所以都得到1.94 你用LS呢 这个列出 到底现在有哪些变数 LLS 我们可以列出 现在我们所用过的变数 这些 那LLS DAE等于F 那就是说我只要取这个样子的变数 LLS SDR DAE等于K 就是 那是自算 自算的结果 好 那基本运算像2加3 这种 或3乘5加8 这个当然直接在里面就可以用2加3 3乘5加8 3 3乘5加8 3 那当然你任何的运算式都可以放在这边算 所以你可以把R当成计算机用 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是一个超强计算机 什么都可以算 那 这里呢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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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问题 比如说我写10 person 3 抱歉 我答说 我答到写线了 10 person 3 你会发现他 他不认识分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person有别的用途 你真的要做余数的话 你要用person 所以你真的要用余数 就是对三取余数这个地方 那cos 这种暗数他都有内见 所以 所以用 cos 这种暗数他都有内见 所以说cos 二分之一 它是0.87 但是cos 二分之一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cos 二分之一是多少 二分之一是多少 二分之一基本上就是0 那它不会是0 它是一个很小的数 那cos 三分之一呢 0.5 cos 四分之一呢 0.707 就是0.2 2 2 2分之 0.3 是2分之0.3 2分之0.3 5 5 它应该是2分之0.3 好 来 试试看 2分之2,那就2分之1 所以我上以4分之2,它也是2分之1 SQRP2除以2 2分之2,就是2分之1 这个我都没有背,所以各位考试也不用背这个东西 有Obsign,Obsign,Dangem 接下来有向量这个东西 向量在R里面是用C括号 这个函数会传回一个向量 举个例子,像这样子 S等于C12345,那你运出S,就是12345 这个阵列或向量 你可以把它当成阵列文化 调整向量,你会同应 你也可以用不运的F 不运的把它运出来,就可以了 或直接打变出名字,它运出来 那,像这个S1123,S1123 另外有一个很有用的说法是 我写E,这个叫什么号 2点,这个符号 然后5,代表说 从E6到5的向量 比如说我写 我写S等于 我写S等于1到100 好,S,它就是1到100 OK 这是它的写法 好,一个很方便,很快捷的写法 好,那另外一种 比较复杂的写法是 用S1Q这个函数 所以说我写 151,那就是 从1到5,每个1 作为一个档位 不取字 所以S1Q,151,就会一样 但是我如果写S1Q 所以1,12呢 那,从1到10 每个两个档位取一个词 所以是1,3,7,9 OK 好,那,如果今天呢 我写Y是6到10 好,那 那个Y就是6,7,9,4 S,它是1,2,3,4 那Y是6,7,9,10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 用C给接起来 OK,从1,2,3,4,5,7,9,10 C就是接起来 那,刚刚的这个 你懂,tomcat 其实它只是R5,就接起来 好,那所以 变成这样 如果C,S1,又变成这样 那,如果 我把一个 像刚这个S 现在是这个样子太多了 我现在先先S1 1到 1到 10 那我打S 那1到10 对 我打S加1 我会是2到11 很合理 整个这点 每个都加1 如果我打S乘以2 那就会是 268到20 每个都乘以2 所以它是一个集合导向的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集合导向的作用 我的函数 是对每一个都做一遍 集合导向作用 那如果说我今天说S加完 我打几个例子 你说S 等于1到5 Y等于5到1 那S 那Y OK 那我说S加Y 6 6666 为什么 因为1加5是6 2加4是6 3加3是6 3加3是6 所以S加Y 可以算 那你也可以用Lens 去某个的长度 那你也可以用S-Y 那你也可以用S-Y S-Y S-Y 那你会发现它就是每一个乘起来 S乘Y 那S除Y S出發也可以 但它會自動變成 主電柱或時速 所以沒有LOCK這種紅束 我直接對S去LOCK 它會對整個序列通通都求 本來NS是12345 1的LOCK就是0 2的LOCK是0.69 3的LOCK是0.69 這顯然是自然對數 因為3的LOCK就超過1的自然對數 但是用2.71828去做 如果你不想要自然對數 應該再加個參數 只加個參數裡面有一個BASE 做底數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知道 你可以這樣問號LOCK 它告訴你LOCK怎麼用 LOCK你給你看BASE可能多少 BASE等於ES1的話 也是自然對數 你也可以直接用LOCK10這個行數 不過LOCKB LOCKB 或LOCKB 也可以 LOCKBASE2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LOCKBASE 你認真它2的LOCK是1.0 但它是對2的LOCK 對嗎 因為 因為S是12345 所以2 2對2的LOCK就是1 1對2的LOCK 不管1對2的LOCK 不管1對2的LOCK 都在裡面 好 所以這裡 你就會看到 很好用的一個軟體 非常非常好用 接下來呢 我剛剛面數面算已經看過了 你看有叙數變 我說1到7 哪得就1到7 我說3到8 那就3到8 我說1.3 然後6 1.3取6 它預設呢 步驟會是1 所以它會1.3 2.3 3.3 4.3 5.3 那不是應該有6.3嗎 1.3 1.3 到6 它這是到6 1.3到6 1.3到6 不是取6 1.3到6 然後呢 不超過6 所以到5.3就沒有 到5.3沒有 那 所以1.3 6 跟1.4 合起來 1.3 2.3 3.3 4.3 5.3 再1.99 9.8 97 9.6 9.4 100 100 1.4 就是100 渠道 1.4 怎麼會100渠道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怪怪的 來試試看 100到4 對啊 100到4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結果 有有有 它下面都列了 所以是很長 我忽略掉 整個下面都是 100到4 那 10到4 我轉換給它 10到4 然後呢 10.1 取到10 那就10.1 9.1 直到4.5 就是 不會 不會 超過這個 那 這些 另外,PROD,這個叫做結尺法 但是它是4到9的話,那就是整個乘甲 4到9是456789,對不對? 4到9,456789,4乘5乘6乘7乘8乘9 我們看一下,PROD,2到4看哪? 2到4應該多少?2乘3乘4 23的6就是2次,對啦,2次錯誤,12到15 那PROD,4到9,4乘5乘6乘7乘8乘9 那1到5乘100S S1乘1,1到5,21239 那S1乘2到8,中間加一個π等0.5 代表說每一步只走0.5 每一步走0.5,那從2到8 就是2,2.5,3,3.5,4,4.5 這樣,跌不上去 那如果π等0.3,那就每一步走0.3 它一直走到9,不能超過9 如果S1乘3到使用lens去指定的話 就代表說我要取10個,中間平均分配 所以3到9,取10個 那就3,3.66,7,2,3到9 最後,第一個是3,最後是9,中間是那一差 總共會有10個 那REP75,就是把7重複5次 REPC,ABC,3,我們就ABC,ABC,ABC,3次 那REP3到8,hans等於3,h等於4 那就是每一個呢,重複 總共重複3個輪圍 然後每一個元素重複4次 有點偉業 那1取等於3,Lens等於36 Lens就是總長度 所以它就會取到總共到36個位置 那每一個重複3次 每一個重複3次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些 它的有序數量的運算方法 那這個我們就每個都做 接下來呢,要看向量 向量,像這種2到9 這個也就是一個向量 你用C什麼,就可以接起來這個向量 那我把它加1,OK 那這個就自用加1 然後-2.1,每個都-2.1 那乘以5,每個都乘以5 s乘以5,s乘以5 那就每一個元素都乘起來 這是內積 你乘到這邊,那邊有內積 A不是內積 應該是,不是內積 是乘起來,直接乘起來 那如果把它乘起來 那如果把它乘兩倍 那我還說 是x的兩倍 如果兩個乘起來 OK,那這次每一個元素都乘起來 相減也是減 OK,那如果z是1,2,3,4 那z,z的z次方 1的1次方是1 2的2次方是4 3的3次方是2,7 4的4次方是25 6 cos乘以5 那因為s是一個,是一個項鍊 所以它每一個都會,都會算出來 那因為s是,s是,s應該是2到9 所以它得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拍嘛 2到9,2拍,3拍,4拍,5拍 結果就是1負1,1負1,1負1 那如果可算0.5乘s乘拍 那就是負1 然後這個應該是0.5乘以 s是2,對不對 0.5乘以2乘以5是這個 0.5乘以3乘拍 就是1.5拍 cos乘以1.5拍就會是這個 cos乘以2.0拍 就是這個 2.5拍就這個 好,大概像這樣 那長度,s的長度 或者是s的總和用上 那累積核 累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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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整個串列 的總和一直加到後面去 那不同型態也可以接 3abc4 接起來就是3abc4 那這邊 x和y接起來 y是 y是 468 12 14 168 所以sy接起來 那再來是 s等1到5 那來是 s的長度 y等1到12 那這裡 y等1到12 接著來說 我把y變成一個矩陣 1到12不是12個東西嗎 12個東西我把它變成一個矩陣 變成什麼樣的矩陣呢 3乘次的矩陣 那就變這樣 1 2 3 4 5 6 7到9 11 那你去 印出 s的 s的那個維度 s是一個 沒有維的正名 所以 di w這個矩陣 所以呢 它的維度 就有 3乘次 3乘次 所以是3乘次 好 那 那 你也可以 s 然後傳一個 傳一個 索引子進去 那它會把 那個 索引子的內容 取出來 y c234 y y4 1到12 然後 c234 12 13 14 欸 這我就看不了 看不了解這個y的中括號是什麼意思 可能有霧警 這個中括號我去再查一下 再來 這裡有越來越多複雜的東西 這都是3好用 好 那之前看到書上的操作 就把它操作了一遍 就把它操作了一遍 做下來 大致上 很好用 真的好用 然後 向量所以 s如果是359 那s2 就是5 請記得 它是從1開始算 不像c人 是從0開始算 所以 s1是3 s2是5 s3是9 那 再來 如果 sc3 那就只有3和9 就3和9 就是g 第一個和第三個 s1 1到2 那就是3 5 y 等於s1 2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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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8 兩個列 一起 變成2 1 2 3 4 5 4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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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ate 答案是pulse Is matrix as y is true Is matrix as x is false 这里建立一个阵列 内容值是1到12 它的维度是三乘四 马上就建立一个阵列 内容值是1到12维度是三乘四 S的长度 S的长度是12 总共有几列分肉 有三列 总共几行 总共有四行 我写s1 一匹空间不写东西 它会把第一列取出来 把第一列这样整个取出来 应该是第一列 第一列是这里取出来 1470 如果我写s2 这是把第二行取出来 第二行的 四五六 那如果是s12 那就是取第一列 等第二行 就是四 再来 再来如果是y 等于s1 c23 就取2 也取3等 那就是四七 因为是第一列 第二第三个 这就是四七 那 z等于s c12 这个是七 然后 这里 10 当时y 现在是z s sc12 s是什么 s是1234 所以12 12 12 1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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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 11 12 Kak 12 12 11 16 12 S 12 S S已經不是那個 S是這個 所以11 這個應該可能是11 所以它的11 把它當一為正面用 再來這個S23 23 2到3 2到3的直矩正把它取出來 那就會 是2到3 2到3就這一塊 8 6 9 2到3 2到3 所以這個 你用起來會覺得哇好深喔 這種程式語言跟C用起來 真的差很多 那就讓各位稍微 亂操作一下 這個 我們自己軟體 這一個網子 給各位 自己去操作一下 比較有趣 不對 應該是要貼到 好 照著這個書 操作看看 各自各樣的 R的程式 先熟悉之後 我們之後講 應該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好 那我先貼上去 各位試試看